欢迎回到美图新闻现场 印尼华裔在为国家的建设中或多或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军会议准将 现任印尼索隐公园 印尼华人文化公园董事 熊德宜就是其中一位 带你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 那么那个时候 1999年 哈比比总统就取笑这个外来人 本地人就取笑这个政策 那么华人就变成印尼的一个种族 叫欧罗天王华 以罗内西亚是这样 靠这个理由 我们就跟现任的总统苏哈拉多讲 那么在印尼这个树荫公园里面 有一个华人的文化公园 在熊德宜的争取下 身为我们希望基金会的主席 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 于2003年发放了印尼索隐公园土地 使用许可证 同意将印尼索隐公园内的其中一块土地 作为信件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使用 这个公园是代表我们的政治文化地位 我们是印尼种族的要在一起 我们的隔壁是印尼的种族 让别的种族在这里 他们能够比较了解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习惯 有互相认识就互相相爱 公园间程近15年 呈现了各种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内容 包括特色建筑、石碑 还有印尼独立历史上 发展时期印尼华裔所扮演角色的 相关信息记载 如印尼科教博物馆 征和纪念馆 瓦西的总统书士 十二生肖画园 与各种中国传奇 与印尼华裔历史人物的雕像 熊德怡1944年5月份 出生于西爪哇省茂武士 父亲是中国广东 美洲市夏南洋 来到印尼艰苦创业的脾箱制造商 1962年高中毕业后 熊德怡依然坚定自己的选择 包括中爪哇省马格朗的军事学院 那时候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看 有个 我看我的父亲 被人家欺负 我看了 这样为什么他们能够欺负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是没有 没有权利 是这样 就我想 有一天我 不要当兵 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 之后 熊德怡不断的精修和慎照 分别就渡于陆军司灵学院 印尼武装部队司灵学院 公开大学经济系 几全民国防机关等学院 他的军衔也从中尉一直被升提到最后的准将 并于1999年推议 从而结束了光荣的军力生涯 为了替华裔争取地位和权益 他于1998年成立印尼百家新协会 并担任1998年至2009年的协会主席 因为百家是代表印尼华人的组织 跟政府讲话 有什么条例 政府的条例对我们华人不好的 就要改 然后让我们跟别的种族一样 第二呢 让我们给我们机会 为国家服务 大家国家的主流社会 此外 熊德已为了使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 能成为印尼国家的法定假日 他曾经给印尼第四任总统瓦西德 写过一方信 在苦戏制年 76岁的熊德已 还有一个愿望 希望华裔后代 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对于这个文化公园 是代表我们的政治文化地位 我们希望华人 能够到这里参观 还有美高好的 我们希望有日新的人健康 让我们自己赶快做好 做好了 我们赠送给国家 第二呢 我们希望我们华人 在印尼有权利 有权利 所以当我们华国的这个职任 不单单是要做生意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可以当兵 可以做 好像为国家的资源 好像警察 回国家 服务